本来说要看到有心动的交易策略 才开始讲交易学习系列 今天正好看了一下 上个月就是2023年12月的第一名 看他的策略好像挺有意思 桌档很小 桌档只有8.67% 100K到269K 应该是有西班牙语 再看他的仓位也是有变化的 跟我不同的地方我想看一下的这个地方就是 他以5点为止损 200点为tp 就是 就是跟我完全不一样的 当然他肯定有算法 他这个89点的就close了 所以我打算读一下他的程序 把他的是一个java script 已经下载下来了 好 我来读一下他这个程序 程序是代码操作的交易是美元对美元 把欧元对美元找出来 1号 这个是1月1号 对 这一段行情里面 获得了100K到268K 他初始的设置为6 就lots是6 肯定 但是看他一会0.9一会3.9肯定有算法 再看一下到时候 double loss是5点 5点就止损 pick profit200 这肯定到最后他要处理的 start就很正常的 要用了他的额元对美元图形 index指标 untick 指标 4小时的dma5 可能是参数 4小时图 dma5 a1 表示为当前值 a2是前一个 a1是前一个 a3是前两个 a4 a5 a6 a5 搞的太多了 a1到a5 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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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为8的4小时F1 3为9的搞的太复杂 5 6 7 8 9 10 11 他踩了这么多MMA的值 假如order是没有 那就走这个逻辑了 A5大于B5 A5是5 B是21 这搞的太过于复杂了 一点有点不是特别 用不到那么复杂 找不到值的 A5 B是21 整个5参数的均线 相对于有个交叉 这个 这个意思就是有个交叉 程序有点程序写的MMA 我就把第一个给看 后面那些货 OK白色是21 蓝色是5 也有个交叉的地方 A5 A5是像这个 A5大于B5 A4大于B4 B3大于 相当于已经交叉点在第三个 前三个位置 他就满足了他这个 这个货 第一个条件 OK 他这个条件呢 他是相当于一个空头的条件 这些货一样的 反正就不需要细看了 就是一个4小时均线的交叉 让他点 然后size小于2 如果是多头的就把它平仓 OK 这个应该是相反的 如果是空头的就把它平仓 那就是空头的一个空头 一个平仓的逻辑 这个是这个不是不empty 就是有仓位的时候 我刚才忘了看 没看清到这个否定的号 这个是empty 就是没仓位的 没仓位的时候 就A5大于B5 A4大于B4 相当于已经空头交叉了三个四小时 这个就是设置 stop loss和take profit 这个就还有一个空头仓位 Vidermount是6 一开始是6 相反的 还有一个多头的仓位 OK 我来看他怎么改他的get label 他程序没有保全啊 Vidermount 没有修改的地方 啊 这个家伙有点不对头 翻译一下 他说这上个月同一个问题 上个月并阅读 最新的 来看这小的 估计是忽悠人的 他虚拟变量 数字 没有逻辑设置 来降低 降低他的走数 就是6 因为流动性 达不到他的6 6兆 交一遍 因为他的滑点是设的0 他这个DUXCOPY的模拟呢 看来是模拟投入在市场上的走数了 看他这个tradermount就是6 设的平仓的位置 get older size小于2 明白他这个意思了 他这一句代码是没有必要写的 DUXCOPY的那个比赛规则呢 是每次只能只开一单 一单平常之后才能再开一单新单 就跟实际操作的时候 我们死盘操作可能会开一个好多单 同时并发的的那个 降低风险 但是DUXCOPY它是为了经营人做strategy 他自己死盘肯定都是很多单了 给我们提供的规则就是这样只能开一单 所以 他这个不是amount的意思 就指的就是开的手术 那不是开的手术是开的单数一单 这个小于2 所以只要有单位就肯定是小鸭 就因为是1嘛 因为是5个点的止损 如果有空投信号发生了 那就close空投 所以在这个程序实际上也不是特别理想 以5个点来止损 来吃大周期的空投转向 跟我操作的方式有点不一样 但是 可以先尝试留着 比方说 他如果这个地方进场了5个点之损 他直到像这种4小时的线那个发生多头 他才平常 那有可能一下子能吃到5个点 一下子就涨 吃到了 1.090 1.073 几乎200点了 他是以这种逻辑来来考虑进出场 这才那么多均线到实际上没有必要 他昨季就是一小周期进场 但是就赌你那一片 那5个点能正好吃到一个相对的高低点 赌了一片 然后能吃到一个长周期的转 也是个思路 我先我先把它传在这里 回头再看看其他交易者的 看能不能再开拓一下思路 因为他这个跟我不太一样 我前面是 基本上都是大子损 长周期的大子损 快进快出 他小周期进场 如果再加上我再统码控制 可能有一定的高头 好 我先教一学习 第一期 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